我的两位弟媳是手帕娇 二人在归中时便形影不离 姐妹情深 而我作为双居的寡嫂 操持佳业 孝敬婆母 关爱小辈 却被他二人误会在蓄意勾引他们的夫君 明里暗里受尽排挤欺压 后来 两位弟媳被北迪戏作掳走杀害 又从我房中搜出通敌叛国的书信 指向是我勾结北迪作剧害人 他们的夫婿伤心欲绝 将满心愤恨发泄在我身上 我被凌辱致死后 二人却回来了 这一切不过是他们假死考验夫君的真心 在睁眼 我回到了二位弟媳进门那一日 佩国公府披红挂彩 喜气洋洋 今日 是府中二公子和三公子一同迎亲的日子 二公子陆恒元温文尔雅 是上京城中出了名的世家贵公子 他要娶的是魏阳侯府的嫡长女宁玉 而三公子陆芷言 阴玉冷淡 同他结亲的 是中书侍郎家的二小姐 常婉玲 宁 常两位小姐 自小便情一身后 定下与佩国公府的亲事之后 两位小姐一合计 便想着要同日成亲 而我的夫君 原是这国公府的大公子 只是他五年前战死疆场 我就成了寡妇 这几年 我恪守本分 替王夫里里外外 赵廖家中英事务 终于盼到了两个弟弟成家 为了这双喜临门的日子 我前后操持忙碌了两个月 大夫人 婆母王室身边的大丫鬟素贵过来 草草行了一礼 老夫人说了 今日是大喜的日子 大夫人双居府上 万一冲撞了贵客不好 无事便不必去前院了 我愣着看着眼前熟悉的屋中摆设 一时恍了神 素贵见我不语 撇了撇嘴 老夫人让您把之前大公子 带回来的那对童心如意卓找出来 算作给两位少夫人的礼 与记忆里一模一样的对话和场景 我看着眼前年轻了几岁的素贵 突然意识到 我好像重生了 婆母王室出身不高 平日里眼皮子就浅 今日让素贵前来 是看上了前几年 我的夫君陆战战胜 带回的一对出自南兆国王室的金镯 上一世 我想着陆战在世时 对两位右弟虽然严厉 但一时疼爱 若他还在 自家弟弟成亲 也定会真心祝贺 虽然心中不舍 还是把镯子找出来给了素贵 然而这一次 我捏紧手中的帕子 脸上神色未显 镯子被我收在库房了 你先去忙吧 等找到后 我让罗湘送来 素贵有些不快 代夫人可快些 新娘子都要进门了 她走后 罗湘去着我 愤愤开口 老夫人虽是小姐的婆母 但未免也欺人太甚了 那镯子分明是姑爷送的 小姐平日里爱惜得跟什么似的 甚至怕磕了 都不敢带出门 怎么二公子三公子娶亲 她一个做婆母的 自己不准备 偏偏要小姐拿东西出来 我与陆战少年夫妻 恩爱甚毒 她战死之后 我便想着替她尽孝 把两位右弟照顾好 罗湘是我出嫁时 从家中带出来的 一直到我自陆战走后 对这位婆母 素来百依百顺 语气带着些心疼 和恨铁不成钢 我并未接话 只开了庄台上的匣子 粘起一只眉笔 细细描画 镜中的我 再不是上一世临死前 那污浊惨败的模样 我被为了要扔进破庙时 陆恒元和陆芷妍 眼神冰冷地站在门外 看着我被蜂拥而上的乞丐 撕碎了一群 我哭着求他们救救我 而陆芷妍却笑了 大嫂 你杀了婉玲 我怎么会放过你呢 太阳手 将一物扔到我面前 净是陆湛的牌位 就让大哥好好看看 他心爱的女人 是如何求着 这上京城中 最肮脏低贱的人上他的 陆芷妍 我字字气泻 挣扎着想去 抱住陆湛的牌位 那是你大哥 你怎可如此 一双精致的靴子 轻轻踩在牌位上 抬眼 撞上陆恒元温和的眼 大嫂 她的语气 一如往常的温文 说出来的 却透着刺骨的冷意 忘了告诉你 大哥当初 也是母亲 和我联手设计弄死的 谁叫她站着爵位 挡了我的路呢 她屁腻着我 仿佛看着蝼蚁 从前宁愈在时 你便处处欺压她 如今 也该你下去 给她赔罪了 割下眉笔 我看着镜中的自己 既然能得重来一次 这一笔笔 我们都好好算 我到正厅的时候 满堂宾客 正簇拥着两对 新人型拜堂里 见我前来 一时寂寂 人群向两边散开 自老佩国公走后 便是陆站一个半大少年郎 独自撑起 佩国公府的门楼 上京城中的权贵 自然没有人 不识我这个一双 我怀中捧着陆站的牌位 一步步 走到王氏面前 王氏平日里 作威作福惯了 此时见我如此行径 气得当场拍桌 你这是要干什么 宋利 你把这儿的牌位 拿出来做什么 我看着王氏的嘴脸 她本不是陆站的生母 老佩国公的原佩夫人 出自姑苏望祖沈家 只是沈夫人命薄 生下陆站后 没两年就撒手人寰 王氏是后面取的济世 只是上一世的她 人前极会伪装 若不是陆恒元 在我死前说破 怕是我重来一次 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婆母 竟然是害死陆站的真凶 我转身立定 居高临下地 看着跪在地上的 两对新人 我夫君生前 最是疼爱两位弟弟 今日双喜临门 我特携夫君前来观礼 众兵客窃窃私语 宋利 你疯了吗 王氏要上来拉扯我 被陆恒元拦住 他深深看了我一眼 温声开口 大嫂 这几年 你辛苦操持府中事务 大哥未能亲眼见到 我和三弟成家 便请大哥上座 受两位弟弟与心腹一拜 他转身去伏地上 跪着的宁愈 便在这时 我听到耳边 传来一道娇俏的声音 系统 看吧 只要松立开口 陆恒元根本就不会拒绝他 这不是爱是什么 我醋美 然而在场的人 除了我之外 好像根本没人注意到这动静 我不动声色 抱着陆战的牌位 在上手端然坐下 生生受了一礼 陆志颜去服场晚零食 他身子一晃 被陆志颜 眼疾手快地扶住 与此同时 我又听到一道清零零的声音响起 妈呀 男三真的好帅呀 阴郁男配 我的爱 不过系统 你们找的女主 真是老绿茶 你说她一个寡妇 在古代 不应该身居剪出吗 偏偏要在今天 我们结婚的时候 跳出来找存在感 就是要在男二 男三面前表现啊 我看向常婉玲 她手里拿着一把 遮面的喜扇 并没有任何异样 莫非是我重生后 能听到他人心里的想法了 我按捺住心绪 脸上位露芬好 衣袖之下 我的指甲深深扣住手中的牌位 陆湛 这一次 我和你的仇 我亲自来报 次日 我醒来时天光已大亮 罗湘端着水进来 小姐 今日有些晚了 怕老夫人又要白脸色 婆母王室出身不鲜 又是济世 人前总是一副 端庄温婉的高门主母模样 其实内心对自己的身份 颇为介怀 自我嫁进陆家后 王室便寻了个由头做规矩 要我每日伺候她 早起用善 这几年 即便是陆湛死后 我一无一日松懈 过去的每一日 我都是莽食几起 早早后在王室的院中 罗湘拿了件 我日常穿的素色衣衫出来 换从前那件 欠色流云纹的吧 我打开已经数年 没动过的首饰匣子 从里头拿了对明月档 出来比着 罗湘高高兴兴地应了声 很快就找了出来 她服侍我换好衣服 又开心又难过 笑中带泪 自从孤夜走后 小姐再没如此打扮过了 我看着镜中的自己 缓缓勾了勾唇 既然老天给了我再一次的机会 我当然要 漂漂亮亮地打赢这一仗 我一踏进王室住的康宁院 说笑声戛然而止 我的两位新弟媳 正一左一右抱着王室的胳膊 只把他哄得眉开眼笑 王室见到我 面色沉下去 你一个做大嫂的 不说给自己的弟媳们立个样子 自个儿倒睡到日上三班 没得让月儿灵儿进门头一日 便看了笑话 还以为我们配过功夫 便是这般没规矩的小门小户 她装不作样 捏了帕子是泪 阴阳怪气道 到底这儿走得早 我没那福气 想到她的笑心 宁玉和常婉玲对视一眼 盲劝己安慰 我诗诗然坐下 冷眼看三人演了一会儿 婆媳情深 方才开口 婆母怕不是忘了 昨日你让我准备 给两位弟妇的进门里 我在库房寻了好久 才来晚了 王室闻言 盲收了声也不假哭了 她昨夜又让素贵来催了几次 我只推说没找到 啊 对 是有这么回事 王室拉着宁玉和常婉玲的手 慈爱道 你们既嫁进了我们家 我自然把你们当女儿一般疼爱 特地让你们大嫂 去寻了好东西来 也算我这做婆母的 一点心意 罗湘端上了一个 照着红布的托盘 我笑应应得起身 红布揭开一半 上头放着的是一只 流金璀璨的镯子 王室脸上笑意更深 颇有些自得道 这镯子啊 原是难照王室的东西 王室将镯子 套进宁玉的手腕 又拍了拍她 日后你与衡儿 同心如意 举暗其眉 系统系统 任务完成后 这镯子我能带走吗 天哪 这做工也太精致了 晃得我眼睛都疼 应欲妈撒着万件的镯子 嘴角压都压不下来 谢谢母亲 儿媳一定会照顾好夫君 早日为夫君开枝散叶 一旁的长晚林眼里 流露出艳线 她性子更跳脱活泼些 当下便挽着王室的胳膊晃晃 母亲 二嫂都有 那我呢 王室笑着拍了她一下 少不了你的 她伸手接过我递过去的东西 嘴边的笑意 在看到手里的银钗时顿住 这 我飞快从王室手里 接过那银钗 含笑插进长晚林的发肩 又笑道 呀 三弟妹可真称这钗子 弟妹有所不知 这钗子 可是我当年进门时 母亲给的 说是她家中祖上留下来的 你看这上桌的鸳鸯图样 可真是栩栩如生呢 长晚林的笑意将在脸上 与此同时 我听到她的心声响起 怎么给宁玉就是金镯子 到我这里 就是灰扑扑的银钗 看不起谁呀 我笑意欲深 母亲特地给两位弟妇选了好久 二位妹妹 可千万要好好珍惜呀 王室又把我留下来 发了一通脾气 那镯子不是一对吗 怎的你只拿一只出来 这样老三家的 如何想我 我神色慌张 找遍了库房 确实只找到一只 我形容委屈 那镯子虽样子瞧着好 但母亲当初送我的银钗 意识不差的 又是祖上留下来的老五姐 也没亏三弟妹 到哪里去呀 那银钗是当初王室给我的 这些话 也都是当年她亲口说的 她自然无言以对 听闻常瓦林 回去发了一通脾气 三公子陆子炎 其实并不是王室亲生 而是王室的陪嫁丫鬟所出 只是那陪嫁丫鬟 生下陆子炎后 没多久就死了 王室为了显示她的贤惠 便把陆子炎 寄到自己名下养大 这些年 她待陆子炎视若起初 吃得用的 处处与陆恒元一般无二 然而 今日这一出 终究在常瓦林心中 埋下了疙瘩 记名的数字 到底跟亲生的是不一样的 她跟宁玉关系在亲后 嫁的人也终归不可并肩而语 重来一世 我倒要看看 这姐妹情深是有多真 上一世 宁玉和常瓦林三朝回门 我给他们准备的东西 相差无几 这一次临出发前 我匆匆赶来 叫住了正要上车的陆恒元 我轻生细气 西年夫君在时 多得未养猴关照 我特地备了一些自不品 老二弟和弟妹一起带回家去 陆恒元忙到 多谢大嫂 常瓦林的马车 在后头一辆 见迟迟未动 掀的帘子来看 我让人另拿了只小箱子 放到陆恒元身后的车上 那小箱子雕花苗巾 又是黄花梨木 显然里头装的不是寻常物事 系统 女主又拿什么好东西 给宁玉那边了 珠宝 还是钱财 抱歉宿主 您目前的攻略值较低 我无法查询 恰好陆子言上车 常瓦林翻了的白眼 愤愤摔了帘子 一阵风起 我滴滴咳了两声 陆恒元素来是雅民在外的君子 如此众目睽睽之下 自然不会对我这个寡嫂视若无睹 他温声道 这一阵大嫂 为我与三弟的婚事劳心费力 还是要保重自身 我硬了声 罗湘担忧道 小姐日常吃的无极养龙丸都用完了 晚些时候还得拆人 去承熙杨柳相刘大夫那里取一趟 陆恒元文言便道 此去为杨侯府正好顺路 不如我替大嫂带回来吧 罗湘嘴快 那自然是好 麻烦二爷了 我刚要开口 又渴两声 才捂着胸口道 怎好麻烦二弟 陆恒元笑意清浅 不麻烦 夫君 命运自车上探手 视线扫过我落在陆恒元身上 差不多要出发了 可不要误了回门的及时 陆恒元又对我行了一一 吩咐罗湘好好照顾我 这才上了车 他便是这般 待所有人都温柔体贴 整个上京城的人 提到陆恒元 谁不赞一句公子无双 前世他成婚没多久 我便自愿将长家之权交了出来 给宁玉 后来士族权贵间 渐渐有风言风语 说陆战死了这些年 绝位空悬 可怜陆恒元如此人物 竟无处施展 直至他后面顺利席绝 我这个寡嫂亦是真心祝贺 谁曾想 原来一切都是他的苦心经营 光风计月陆二郎 午夜梦回 可会想起你的大哥来 重生归来 能听到宁玉和常婉玲的心声后 我已然明白过来 他们身上应是带着某种 所谓的攻略任务 而攻略对象就是陆恒元和陆芷言 而我 却被误认为是 他们夫君的百月光 在他二人看来 我的存在会阻挡他们完成任务 这也是前世 为何他们要置我于死地 上一世 他二人进门后 明里暗里联手欺辱于我 为了在府中安插自己的人手 将掌家之拳从我手里抢走 生了诸多事端 重来一次 因着金拙银钗和回门里的区别对待 常婉玲到底心里有些不痛快 即便是在府中遇到宁玉 也寻借口避开 一时倒让我得了几日清静 但我一明白 你他二人的做派 也差不多该是要生事的时候了 既如此 我当然要帮着搭一搭戏台 我要罗湘找了几匹颜色鲜亮的云螺纱出来 送去二房住的竹园 还是老夫人记性好 说前几年宫里赏的料子还没用完 特地让我寻了出来 二弟妹敷白 裁的穿上定然好看 想了想 又嘱咐了剧 眼下天气燥得很 二弟妹身子单薄 让厨房给她日日送完燕窝吧 罗湘婴了声 捧着衣料去了 没多久 墙角处溜出来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也跟着跑了 我勾勾唇 只做未决 台搭好了 就等奖入场了 这日 我正在盘着府中日常开支的账本 罗湘掀了帘子进来 小姐 老夫人那里来人 叫您过去一趟 她非快把事情说了一遍 原是长婉龄的丫鬟云蝶 去厨房取膳时 看到一旁正顿着的烟窝粥 她想要一并拿走 却被管厨房的婆子拦了 说是二夫人房里的 云蝶是从小跟在长婉龄身边的家生子 又是陪嫁 素来心高气要几分 文言便又上手去抢 嘴里道 我家小姐跟二夫人什么关系 吃碗燕窝不妨事 负责厨房的是管家周生家里头的 平日里在后院横着走 也不惯着一个小丫头 劈手就夺了下来 既然燕窝确实没了 姑娘也别为难我一个老婆子 三夫人若想要 明日我另顿一种便是了 周生家的毕竟常年甘粗活 挡大腰圆 这一下只把云蝶一个小姑娘 推得撞到了桌角上 云蝶吃痛 插腰怒骂道 好一个贱人下菜碟的老脏婆 我这就禀明我家小姐去 看老夫人不发卖了你 她转身就走 前脚出了门便发现忘了拿石盒 刚折返 便听到厨房内周生家的正讥讽嘲笑 每日一两燕窝 歌寻常人家都快赶上十数日的花销了 那头可是侯府嫡出的大小姐 金尊玉贵的 又不是一般官话人家的庶女 眼皮子浅得跟什么似的 凤凰喝礼拳 山鸡吃蚂蚱 没那个命啊 心气可不能太高 云蝶气不打一出来 跑回去就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 长晚林一听 带了几个院里的婆子 便去了厨房 第一件事先把周生家的绑了 第二件事便是将灶头上 炖着的燕窝 直接到地上了 她冷笑连连 连语气都尖酸刻薄起来 多金最玉贵呀 不过是山鸡插上几个铃鱼 还真以为是凤凰了 如此声势浩大闹了一场 如今正在王室那边哭呢 我割下账本 慢条思理地整了整衣袖 方才起身 这好戏呀 可不就热热闹闹地开场了吗 我到康宁院时 长晚林正无脸哭诉 王室一见我 一手拍在桌上 宋丽 你是怎么当这个家的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与此同时 只听长晚林的心声响起 戏统戏统 等着看吧 这场演完 既能夺了女主的掌家权 便于下一步攻略计划展开 又能顺带刷一波 阴郁三爷的好感度 一时二鸟 只见他悠悠哭道 我知道我是庶女出身 高攀了佩国功夫的门美 只不过一盏燕窝罢了 说小了是看轻我 说大了 岂不是我们三爷也遭人不待见 王室素来便是伪善小人做派 最怕别人说他一碗水端不平 磕带陆直言 文言盲道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老三钉点带的时候就抱来我院中 是我亲手养大的儿子 这府中 谁敢怠慢你们三房半分 长碗铃看向我 倒要请教大嫂 不过是一碗燕窝罢了 怎么她宁愈吃的 我吃不得 我压然道 我们府上 虽不如前些年轩鹤 到底也是忠明鼎时之家 怎会连碗燕窝都闹成这样子 罗湘 我立声吩咐 给我好好问问 若有半点瞒着的 立马打发了去 周生家的 对捆的跟着粽子似的 正在地上扭来扭去 罗湘上前 取下她嘴里的布条 老夫人 大夫人明鉴 那燕窝是老夫人吃的 三夫人房里的云蝶姑娘 上手就要抢 老奴自然不能答应 云蝶插嘴 那分明是给二夫人的 你自己都说了 是给二房的 周生家的垂手顿足道 你这小丫头眼花了 怎么连燕窝和桃胶银耳 都分不清呢 你当时问的是银耳 你开口要的 又是燕窝 那是老夫人房里读一份的 燕窝 云蝶脸上有一瞬间的空白 转而气急道 胡说 明明二夫人院中也有 大夫人自己说的 让日日给二夫人送 住嘴 常晚铃喝了声 云蝶自知失言 忙逼下头去 不再开口 我扬眉 故意跟王氏道 前几日确实吩咐了下去 只是后来下头的人回禀说 本月已经采买过了 并没有多的 问是否能担个几日 好去定南地产的雪宴 我看向云蝶 似笑非笑的 原是我院中的小事 你个丫头怎么知道的 云蝶那那 奴婢 奴婢听下人闲聊时说的 王氏见状 瞥了常晚铃一眼 哪里还有不明白的 常晚铃脸上 青一阵白一阵 又狠狠弯了我一眼 偏生我笑应应道 搞了半天 竟是一场误会 如此说开便好了 三弟妹也别恼我 说我这个做大嫂的 私立不周 等下月才买的雪宴到了 让厨房也日日 给你送一碗便是了 我看向王氏 笑得温顺和煦 到时闹了母亲一场 我转头道 还不快去把 今日的燕窝拿来 给老夫人用下 好早早些了 周生家的 去着王氏的神色 道 之前炖好的 被三夫人给 给倒了 还说 吃燕窝 是山鸡插毛装凤凰 你 常晚铃做事 便要上去打她 够了 王氏一掌拍在桌上 你嫡解温婉书会 一亲时多少媒婆 踏破了门槛 我原以为你 也能学个几分 如今看来 这泼赖的形式 跟市井夫人有什么区别 王氏面色阴沉地 看着常晚铃 把三夫人带回梅园 跟三爷说 三夫人性子浮躁 让她抄一个月经 文静静心 系统 这死老太婆疯了 说翻脸就翻脸 我安静看完这场闹剧 垂眼抿了口茶水 常晚铃不知 老沛国公的 原沛夫人沈氏 是出了名的 大家闺秀 贵女典范 沈氏早逝后 老沛国公 娶了青州来的 王氏之女 王氏府当上国公夫人 免不了社交应酬 那青州是偏远贫瘠之地 王氏的礼仪规矩 自然不如 名门望族培养出来的贵女 背地里多少人 看王氏的笑话 说她远不如沈夫人 偏生王氏 又是个死要面子的 成日里穿戴招摇 恨不能把朱翠插满头 那时上京城里 都说她是山鸡冲凤凰 常晚铃一时 被激怒口不择言 既开罪了婆母 又惹了夫君不喜 陆芷言知晓自己的身世后 一直谨小慎微 沉默寡言 跟在陆恒元后头 是个没存在感的 此番常晚铃一闹 又口口声声拿笛树说事 搞得满府皆知 陆芷言一怒之下 便搬去了书房 我叹气道 心会燕耳的 我这三弟妹 又是这样的性子 难免吵吵闹闹 如今三爷分开令柱 无人照顾也不行 让管事的好好挑挑人 送去尽身伺候 又窃窃叮嘱了一句 千万要忠厚老实的 老夫人要三夫人尽心 可不能让那等狐媚的 趁此机会 生了不该有的想法 管院的婆子应生去了 最后挑了一个 原先在花圃市 弄花草的丫鬟 名叫陶夏 送去梅园前 我特地把人叫来 敲打了几句 陶夏一直和顺听着 李姨姿态挑不出任何错处 看着也是本分的 管院婆子陪笑道 这丫头识的几个字 形势也稳重 我满意点头 赏了一个月月银 陶夏去伺候陆芷言笔墨 确实得力又能干 她又善制作点心 一道杏仁酥酪 让陆芷言赞不绝口 说竟有种熟悉的味道 罗湘与我说时 我正直起与自己对弈 文言勾了勾纯 能不熟悉吗 那可是陆芷言又是奶娘 最常做给她吃的点心啊 陶夏是陆芷言奶娘的女儿 自然会慢慢将当年王室 如何为了故宠 将贴身丫鬟 送到老配国公床上 又如何在那丫鬟 怀上孩子之后 就日日给她下慢性毒药 那丫鬟生下孩子后 不久便撒手人寰 王室为了灭口 在陆芷言三岁时 又将一直陪在她身边的知情人 她的奶娘给杀害了 这些一桩桩一件件 讨下都会说给陆芷言听的 起面上风云诡诀 黑子原本占尽优势 我轻轻落下一子 如柳暗花明 局势陡变 窗外天光炸破 宁玉那边 很快就有人将那日厨房 发生的事传到了她耳朵里 这对曾经亲密无见的好姐妹 到底也是生了嫌隙 常婉玲在自己屋中待了一个月 宁玉也未曾踏足去看过 秋后几场雨一落 风中渐声寒意 宁玉晨奇胃口不佳 只叫了碗牛乳 刚喝下去半碗 便吐了个干净 没缘那边的丫鬟过来 想拿个队排到外头 寻个大夫来看看 我想了想 便到 也差不多到冬至进补的时节了 既如此 就去请刘大夫吧 正好上门替老夫人把个脉 开个自补方 刘大夫还没到 我作为大嫂 自然要先去逐园看看 屋子里稍着探 宁玉正须须已在榻上 手里包着一只蜜橘 见我到来 宁玉也没起身 只瞥了我一眼 一靠近她 我脑海中就听到了她的心声 我有没有怀孕你 作为系统都没法确认吗 冰冷的声音回道 宿主 你的攻略值太低了 无法查询 宁玉恨恨倒 真是奇怪 陆恒元进来 一直逗留在外头也不回复 她大嫂不是在家里吗 她又在外头搞什么 害我的攻略值 久久上不去 你们没搞错攻略对象吧 系统冷冷道 宿主 我们有最精密的测算方式 将您和攻略对象的八字合过 保证本次攻略任务的适配性 我脱下外头的狐狸毛披风 在一旁的小凳上坐下 听说你身子不好 母亲担心得很 让我来看看 宁玉吃了半橘子 又吐了 不够酸 她将橘子扔进一旁的碳炉里 屋中很快就弥漫了一股清新的香气 宁玉一手支在小脊上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宋利 你也不必到我这来装 常晚龄之前着了你的道 那是她蠢 我与她不同 这佩国公府和陆恒元都会是我的 她既单刀直入 我便也直截了当地问 我不明白 我夫君陆战已死 这佩国公府早晚都是陆恒元的 你作为她明媚正娶的妻子 又是魏阳侯府的大小节 又何故容不下一个我 命欲吃笑一声 就因为陆恒元心里有你 她神色有些激动 我才是她的妻子 凭什么她满心满眼都是你 我觉得好笑 我夫君走后 我恪守复道 从未语举 平日里更是尽量避开与家中未婚男子接触 你说陆恒元心里有我 你又可曾问过她 宁欲却冷笑道 还用问什么 我的枕边人心里如何想的 难道你比我清楚 还是你在借此嘲讽我 你才是与陆恒元心有灵犀的那一个 又听她与那系统说道 女主跟我吵什么呀 陆恒元爱她爱得要死 这不是原剧情吗 她一个纸片人能有什么自我意识 肯定剧情怎么写的 就是怎么样的呀 那个所谓的系统回到 没错宿主 你接触的这些都是低维度的生物 它们抗争不了既定的结局 这几个字凑在一起 我一是有些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面上却不动声色 只笑了笑 起身道 既然二弟妹与我话不投机 我便不多赔了 临走到门口时 又笑意深深地说了句 二弟妹如此喜酸 该不会害喜了吧 宁欲俯着肚子 昂然又轻蔑的一笑 大嫂不必操这个闲心了 左右也怀不上了不是 走到院中 迎面雨来看诊的大夫相遇 却不是刘大夫 而是一个穿着青色衣衫的女子 气质清晚 风姿停停 眉目间 依稀道有些似曾相识 我的视线扫过她并肩的珠钗 问 怎么不是刘大夫 那女子垂手道 家师昨夜受了风寒 踏过给府上的老太君 便让我先来给贵人号号卖 原是刘大夫的高徒 不知姑娘如何称呼 那女子道 杨夕指 西照的西 白指的指 我点头 那便有劳夕指姑娘了 杨夕指提着药箱 进了屋 不多时 里头便传出瓷器碎裂的声音 不可能 孕欲尖利的声音响起 我肯定怀孕了 你到底会不会看 不行就给我去换人 我倚靠在廊下 呼啸的北风里 夹杂着点点雪花落下 我叮嘱罗香 夜深雪虫 要是西指姑娘愿意 就留她在客房宿一晚吧 想了想 又加了剧 既然二夫人身子不舒服 便安排得离竹园近一些 夜里 速速飘着雪 北风扑打窗户 乌叶作响 我半梦半醒间 睡得并不安稳 恍惚间又似见到了 我那早死的夫君 陆战 他一身悬疑软甲 浑身是血 胸口还插着三支箭 我忽然想起 那边陆战领旨出征前 王室特地给他的护心镜 而此时 陆战胸口的护心镜 仿若止胡 不堪一击 阿丽 他轻声唤我 眼里酿起细碎的光来 我骂他 既死在了外头 又巴巴跑过来干嘛 陆战的手吁吁抬起 他说 阿丽 你瘦了 我说 还不是要为你报仇 我催了一口 多大的人了 怎的一点防备心都没有 能着了身边人的道 陆战却笑了 阿丽 我不要你为我报仇 他嘴角带血 却还是温柔地笑着 博古架上 那支荔枝春信的花瓶里 是我出征前 便留给你的放弃书 还有一些我的私产和田宅地契 宋利 陆战的身形渐渐淡去 得娶你为妻 已是姓慎 罗湘神色黄黄进屋时 我正站在博古架边 看着手里的一纸书信 小姐 竹园出事了 我慢慢收起 方才从花瓶里找到的放弃书 罗湘道 老夫人让您赶紧过去 竹园里 弥漫着一股血腥气 宁欲傍晚喝了一碗药 到半夜便腹痛难忍 痛醒时 只觉下身淋漓一片 带掌灯了一看 竟是半床的血 他的孩子 没了 杨夕只被抓过来时 不乱 连表情亦是平静的 宁欲面色惨白 却还是强撑着问 你这个贱人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来害我 杨夕只淡淡一笑 二夫人与我没过节 但二爷却与我颇有交情 王氏恨恨骂道 你究竟有何居心 害了我的孙儿不说 还要攀扯我 王儿何等人物 怎会跟你这种 抛头露面的女子扯上关系 杨夕只只看着宁欲 轻笑道 我只是想看看 她到底选我还是你 宁欲几乎是下意识地看向了我 口中喃喃 不可能 不可能 男二的真爱是女主 怎么会跟别的女人扯上关系 我只垂眼拨弄着衣巾上的珍珠扣子 眼下眼底的一切情绪 宁欲自然是不知道的 陆恒元表面上是温文君子 内里却是个十足的疯子 前世宁欲和常婉玲假死后 陆恒元遇到了杨夕只 只因为眉眼间的几分神似 陆恒元便把杨夕只当成了宁欲的替身 这杨夕正学的事衣 心性却极为扭曲 对陆恒元有着病态的战友 上一世 就因为陆恒元要报复我 杨夕只便觉得 她心思在我身上 也曾对我动过手 当初我被扔进破庙时 那一剂药效惊人的催情药 可不就出自这位夕只姑娘之手 而这一世 我不过是顺水推舟 让陆恒元提前遇到杨夕只罢了 等到陆恒元匆匆赶回时 只看到堆着厚厚积雪的院中 躺着没了气息的杨夕只 着手将杨夕只揽进怀里 虚弱的宁愈靠在门边 目光冰冷地看着陆恒元 而系统在宁愈脑海中疯狂警报 攻略直减时 攻略直减时 攻略直即将清零 宁愈 陆恒元轻轻开口 你不该杀他的 是他先动的手 陆恒元 你以为他不想杀我吗 可惜了 他杀不了我的 宁愈笑出了声 他指知我姓明 又如何伤得了我半分 宁愈笑着笑着 笑出泪来 此时此刻 他终于明白 陆恒元这样的男人 最是无情 他可以对着自己温柔小意 转头便去杨柳相 与杨夕只暗度陈仓 今日若死的是他宁愈 陆恒元的攻略直 说病就刷满了 但眼下 死的是杨夕只 还是死在了他宁愈手里 陆恒元的心 从此便都是杨夕只的了 宁愈忽而一笑 趁着真漫天雪色 献出一种破碎的绝艳来 啊哼 你知道吗 我怀孕了 你来看看 我们的孩子好吗 陆恒元一时愣整 放下怀里的杨夕指 朝宁愈走去 宁愈的身后 门帘被风吹起 血腥气冲了陆恒元眉心微皱 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在那满是血迹的床上 阿喻 我们还会有 话音未落 陆恒元慢慢看向自己的腹部 那里插着一把匕首 而宁愈 正淡漠地看着他 区区只骗人 也配跟我谈情爱 我收回视线 换过已然下呆的罗香 去把老夫人叫过来吧 我轻轻勾唇 让老夫人先把燕窝喝了 毕竟儿子的丧事 操持起来还不知道多劳累呢 对了 当然要 只会下三访 王氏疯了 他急急盈盈大半辈子 为的就是陆恒元 眼下唯一的亲儿子 死在他眼前 王氏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白了头 再没有半点昔日的贵妇人模样 宁愈被大理寺压走 如此 主持陆恒元丧仪的 便只有我 因是自家犯的凶案 本不光彩 凶手又牵连魏阳侯府 操办起来实在劳心 我便与陆芷妍和常婉玲商议 请他们多照料王氏 王氏每日疯疯癫癫 时长失禁 常婉玲不太乐意 刚要开口 陆芷妍已经到 母亲对我有教养之恩 如今大哥二哥都不在了 自当是我尽孝 我欣慰到 三弟能单事了 日后佩国公府交给你 想必你大哥拳下有之 也是十分高兴的 却没想到 陆恒元的头七还未过 王氏就死了 王氏死得毫无尊严 是头朝下 溺毙在满是着物的公筒中 因着短短几日 佩国公府就出了两桩命案 大理寺上门查探 等没查出什么 正准备盖棺定论是意外时 有个小丫头却跃重而出 指认陆芷妍便是侍母的凶手 说当时自己正好路过 听到老夫人房中有动静 从窗户的缝隙中 看到三少爷 正将老夫人的头 死死按到公筒里 大理寺的人有了方向 询问我的意思 我捏着帕子垂泪 夫君在时 婆母关照疼爱 总不能让婆母死得不明不白 请大人派武座验尸 为婆母洗血沉冤 王氏的尸首脖子处 很快就现出了亲子瘀痕 那是生前被人掐住留下的印记 武座检验后 又得出口鼻内有分尿着雾堵塞 窒息而亡的定论 还在王氏的指甲盖里 提出了一些细碎的丝线容线 大理寺又来了一趟 这一次 他们从陆芷妍的衣柜里 找出了当日他穿的那件衣衫 衣衫胸前的竹叶绣样 所用的丝线 恰好与王氏指甲里的一样 王氏死前挣扎 不小心抓到了他的衣服 陆芷妍被带走审讯 甚至都没用刑 便供认了全部杀人罪行 究其原因 是为了给自己的姨娘报仇 无人知道 陶下是我千辛万苦找来的 也无人知道 日日给王氏 吃的燕窝里下了少量的曼陀罗花粉 酒服让人一直迷乱 这也是为何 王氏会疯了的缘故 而他疯了之后 杀母仇人近在眼前 他这样阴郁的性子 不会不想动手 陆芷妍被处以绞刑难一日 我去了城外的青松观 我到时 常婉玲刚醒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被牢牢绑着 宋利 你帮我来这里做什么 你疯了不成 我并未言语 在供奉着的三倾向前上了炷香 我知道你不是这里的人 常婉玲停止了挣扎 片刻 又笑了 反正任务失败了 你想知道 告诉你就是了 是 你们与我而言 不过是低等生物 对我来说 不过是一次失败而已 没什么实际损失 既然相逢一场 你不如赶紧放了我 我们好聚好散 事到如今 他仍是这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上一世 他和宁玉把我的人生搅成一团 原来与他不过是一场任务 眼下 他居然还以止气势 对我说一句好聚好散 我轻轻笑起来 饶有兴慰地看着他 可惜呀 我就是为了索你的命而来 常婉玲吃笑 不屑道 卑贱浮游 妄图天道 我靠近他 手中的匕首 干净利落地插进他腹中 常婉玲吐出一大口血来 脸上笑意却未变 宋利 你就这点本事 是吗 我回身 从袖中掏出两张黄纸 常婉玲的声音骤变 夹杂着惊惧 宋利 你在干什么 你给我停下 我并未理睬 用桌上的烛火点燃了黄纸 与此同时 那个系统的声音终于响起 检测到宿主生命值骤降 警报 警报 若宿主在攻略世界非正常死亡 现实世界的生命体征也会消失 常婉玲发出一声淒厉至极的惨叫 想来 在大理寺牢房中的宁玉 也遭遇着同样的痛苦 那日 宁玉那句 他指知我姓名 又如何伤得了我半分提醒了我 他二人既是天外来客 想来姓名亦是假的 而之前那个所谓的系统 又提过合过八字 我本来并没有十分的把握 只是赌一把 当时婚前拿到的宁肠二人八字 是真实的属于他们本人的八字 显然 我赌赢了 天到这次 站在我这边 后山传来空秒的钟声 一阵风过 堂前那棵老树上挂着的红筹 随风而动 我抬眼 恰有一条红筹飘落 上头一行小字 字迹清俊 无期阿丽 碎碎平安 全文完 我又花了一条红筹 就会变出的红筹